一跳之后的河冲 他惊险夺冠 而第一个上来祝贺的 正是获得亚军的河超 前四轮哥哥一路领先 然而第五跳过后 弟弟反超0.1分升到守卫 决胜的最后一跳 河超选择了难度系数3.8的 向前翻腾四周半报夕 三天前的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中 他正是在最后一跳走板失误 导致这个动作失败得到了0分 这一次河超跃入了同一池避税 却没有犯同样的错误 他得到了全场第二高的102.60分 最后一个出场的河冲 同样顶住了压力 得到了全场最高的105.30分 他以2.6分险胜弟弟摘得金牌 上海的孙芝毅获得了季军 下来以后他还是我的亲弟弟 我很为他在自己的这个隐隐之中走出来 毕竟当时我还是蛮单 有一点担心他这个109会 会不会很紧张或怎么样 但是确实发挥很出色 挺大阴影的 毕竟这个动作是对拿手 出现这样的失误 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种打击 但毕竟训练那么久 我相信他不会说因为一次的失败 而妨碍我后面的比赛 也会出现同样的失误 这就是我们的失误 才能照射一下 怎么能打击 还是是更明的 是那个元校的 也不是个人 不是个人 因为他给了无法 那么一边 就应该是带来 但全们好